荆儿跟我说了 她想选周莹 那丫头太野 性子也强 那你觉得谁合适啊 她房里有个玲珑 跟了她也有四五年了 勤快老实 性子也稳 我还喜欢 就一个通房丫鬟 性格再强 难道何能压得过主子 就依她吧 可是你选了她不喜欢的 她在家里待不住 反而出去天天鬼混 娘说得是 就周莹吧 其他没变 你依旧在新儿的房里 照料她的起居 只是阅历从两百钱 给你涨到二两银子 如果生下一男伴女 那就身任姨娘 你才来几天啊 夫人老夫人就给您 这么大的恩宠 还不快亏下星 夫人 我还是当普通丫头吧 为什么 我从来就没想过 要嫁给二少爷 你这丫头 怎么说话的 这事能要对你想 我自己的终身大事 我不能想 好 周莹 那 你真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别说是通房丫头 姨娘 就算是正房太太 我也不乐意 什么 太不乐意了 是不是 你先回去吧 夫人 我告辞了 我告辞了 夫人 都怪我 这丫头才来几天 还没管教好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 先别舍她 叫心而来 是 帮人做作业 还收钱 赵同家 周庸托我给您带个信 让您赶紧去救救她 我在东院教书 也有十多年了 还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胆大妄为的丫头啊 如若再不将她撵走 恐怕咱们东院的学风 都将被她败坏殆尽哪 先别念 爹 她一个女子 无亲无故地 撵出去 就死路一条 死不了 这个臭丫头 会挣钱得很累 这才有几日呀 她都赚了好几百文钱了 你不看看吗 看看 这些 都是她代笔的 全是 我已经查问过了 十二个学徒里 竟然有十个都向她买过作业 有的作业是她口述 有的她直接代笔 这价格定的还不一样 有的包月 有的五天一包 还有零售的呢 臭丫头 我不冤枉一包 爹 你看这丫头 就旁听了几天 虽然 错别是不少 但利润还挺新的 而且 算账一丝不错 看来悟性挺高 学过 我说 她还会灵活定价 很有生意天赋 爹 从这些铜钱来看 她是个赚钱的能手 你想说什么 我们吴家东院 开学徒房 这是为了选拔人才 那现成有一个人才 何苦要撵出去呢 爹 干脆 就别让她当丫头了 就 这样子当学徒吧 女人怎么能学生意呢 老爷的 老阳 什么事 老爷 老爷 那张军需高药订单 今天是报价的最后一天 沈四海回话了吗 是 他们还是坚持原来的报价 那我们的报价 能再降吗 降不了 那高药配料中 有一位血节太贵 嫌血节贵 你可以用杜鹏花的叶子代替呀 我爹以前被人砍了一刀 买不起血节 我就用杜鹏花的叶子 敷在她的伤口上 那效果一点都不比血节差 还不用花钱 对对对啊 我以前听过这个偏方 那如果这可行的话 那我们的价格可以比沈家再低一场 而且啊 还有利润 但是订单指明要用血节来配制膏药 这制成药膏黑乎乎的一坨 谁知道里面什么是什么呀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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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 那就按照去年的价格报吧 那 这张订单 可就丢了 丢了就丢呗 也不能造假呀 滚出去 周杨 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 老爷跟你说的 到底是滚出去 还是撵出去 这两者的区别很大呢 管他呢 反正没正式把我撵走之前 我就先混着吧 老爷 邵通家 老爷 邵通家 老爷 邵通家 老爷 赵阎 过来 老爷 跪下 赵燕 我吴卫文有一个外号 叫三印商人 你知道是哪三印吗 不知道 人印 货印 皮屑印 你知道我吴家东燕发家 靠的是什么吗 买货 卖货 做生意 错 我们吴家东燕发家靠的是两个字 一个是成 一个是信 成 那就是货身驾驶 信 就是信誉卓著 你说什么 用杜鹃花叶子 可以代替血节 虽然药性不减 但那也是弄虚作假 那是我吴卫文生平最痛恨的事 凡进我吴家东燕的 无论是管家掌柜 还是丫头小私 都得遵守我吴家东燕的规矩 那就是不红不骗 不欺不诈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磕头 不是跟我磕 是吧 周茵 快给关二爷磕三个头 为什么 爹一定是看你见势不凡 脑袋灵光 所以决定 让你当学徒 学生意 可老爷 刚刚才把我臭骂一顿 他是因为看好你 怕你以后走上邪路 所以才有刚才那顿教训 真的啊 希望以后无论你去哪里 都警戒我们情商 承 性这两个字 承 性 我记住了 关老爷 保佑我 好 好 好